那我首先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这个做运营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但是你的薪水 这个只要12K 你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别人多少啊 但是市场 你看他对着你说话 也是这样的 切切的 因为咱俩所谓同款 哎 你拿走吧 谁跟你同款啊 来 我们回来 那其实 那个家人里汉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就是 如果在做了9年左右的 互联网相关的运营 至少的话也是20K以上 但是的话你有没有去反 你有没有去跟市场上的 一些做运营的人 做过一些比较呢 而且的话 其实就像图老师说的 你这个是前中后都做过了 不是 那个我觉得 你不太专业啊 9年运营要做到 2万块钱的话 基本上也是大公司 他的三家都不是大公司 我先说你的东西不专业 然后来做这家伙 我支持你 陈布王说的特别对 对吧 陈布王讲话 快点把话的方向 讲 他刚才的论点 论据不对 但是我也想了解 他问的问题 你可以回答了 这个其实打个比方 有的人天生适合做将军 有的人天生适合做小兵 那有的人天生 可能只适合做一个小组长 我明白 我现在达不到那个能力 就没有必要说 是达不到那个能力 还是不想 想吗 陈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 刚才这个问题 其实库尔特的问题 是被陈布衡给截胡了 对 对吧 但是呢 这个问题问出来表面上 是一个很平淡的问题 但事实上问到了 你的职场价值观 对 这个我可以 可能说我在做的过程中 不是特别 你不特别想 对 你就想扎扎实实 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就行 我就希望跟着 威武大将军去打仗就可以了 我能发挥出我最大的价值 陈老师 他其实真的 我懂他 我懂他 你又懂 又懂 谁你不懂 我真的懂 你为什么 来 你说说 你为什么懂他 那个让他说一下 他怎么懂 说完他点不点头 他不管在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 毫无计划 但他自己呢 其实蛮自信的 是不是这样子 工作中 他有计划 然后 我说他所有计划是什么 没有大计划 他需要有人带 一步一步给他设定好 每天 每天一样的工作 是他最喜欢的 你想表达 但是我觉得没有逻辑 不是 听我说 不衡 世界上有一种懂 叫做陈不衡 懂 搞不可以这样来理解 在你的人生当中 没有大计划 没有 但却有生活中的小任性 还好 对吧 这是你的PPT是吧 哦 这是你吗 对 我说句真心话 我说句真心话 没有今天本人好看 啊 这可是一百倍美颜以后的效果 对啊 那就是 像宁黛玉 那张长途多像 我觉得他戴眼镜 还好看一点 多像 他特别像陈小徐 你还第二意识是什么 像宁黛玉是吧 对啊 多好看呀 陈老师什么眼光 还有吗 就这些 不是 你把这个写真照拿出来 啥意思啊 我看你这PPT 我还以为你参加 《非诚勿扰》来了呢 这其实就是 生活业余的一个爱好 好吧 这PPT就不做点评了 美颜 就是有人这样评价你 评价你比较单纯 或者简单吗 没有 他们怎么评价你 我朋友评价我 工作中的伙伴 评价我是雷厉风行 雷厉风行 那在这里可能表现不出来 我是属于一个执行力 相对比较强的一个员工 他还有一个奇葩要求 我刚刚才才看到 他对工作地点有要求 北京朝阳 他必须要在朝阳区吗 为什么 你是朝阳群众 我一直住在这边 就你必须要在朝阳区吗 不是必须 别的地方可以吗 北京就可以 你要求薪资多少 考虑到疫情 大家都不容易 考虑到疫情 大家怎么可能 多少钱 12K左右就可以 12 你可真为我们着想 如果不考虑疫情的元素 你准备提多少 12K加 本来我问的就是底薪 看公司 要看公司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话 有的 有一个工作可能给的offer 可能薪资也高一些 但是 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就 也是跟公司 对 跟公司环境有关 那家公司是夫妻店 然后就很复杂 好 第一轮选择薛货瘤 还有 四站